喂 火命人是不是不可以戴熟火的水晶 你试下就知道 啥 戴了水晶那么久都感受不到能量 我相信不是水晶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不要紧 上来找我Peter Sir 我一定教你可以感受到能量 有朋友又问我Peter Sir 他就知道自己是火命人 火命人顾名思义 火 醋 热 上升 他就戴这些紫水晶 他戴了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温度上升 甚至乎感觉上有点燥火 或者身体有点热 像这些紫水晶 甚至乎超漆 我经常说的 他有一种高频 Peter Sir 怎么算好呢 其实有些人他不是火命人 他很敏感 他戴在左手 都会有这个头痛 能量过剩 有什么方法 Peter Sir 我跟大家分享 很简单 如果紫水晶也好 超漆也好 如果你真的觉得燥 温度上升 脆出来 改戴在右手 这样马上频率就会改变 如果Peter Sir 是的 改善了 有没有另一个方法 有 你可以照着戴 一度有感觉燥火的时候 或者是热 脆出来 停一停它 隔一会隔 大概一两个钟 再戴回 为什么呢 你要跟这个频率去适应 基本上 因为为什么有很多样东西 我们一下子 我们未必可以承受到 好了 你给点时间适应它 就OK了 甚至乎 如果你再戴下去 不是哦 都是有这样的哦 很简单 就不要带这种这种热火的了 有可能跟它频率不相应的 没有这个缘分 改带其他的就可以了